真是惊呆了,竟然还有这样的老人,无赖大妈去吃自助餐,吃饱喝足竟还偷偷打包,不但害了小孙子,还把自己送了进去。 我们这边一家五星酒店近期推出了自助午餐,菜单上的菜品可以随便点,平时去那里吃一顿怎么也得花个一两千,现在极头白脸可净到,只要三百多一位儿童还可以半价。 说实话,我去过几次,确实不错,先不说酒店高端的就餐环境,就连各种的高端食材也都不限量,像什么鲍鱼,飞蟹,鱼籽,酱酱啥的随便拿,我光吃那个知识居笼下,感觉都能回本了。 而且听我在里边做管理的朋友讲,酒店真的是在打口碑,三百多一位,很多时候都是赔钱的,而酒店的这波良心操作,也得到了人们的回应,有很多外地客户或者朋友来了,我们本地人都极力推荐, 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,但是和谐美好的背后,总会有一些小趴菜想趁机占便宜,而且是占便宜没够的那种。 对,我说的就是我们小区的刘大妈,说起来这刘大妈还是为醉修教师呢,可她专门干给老师丢脸的事,每天早上都跑公园的公共卫生间去扯免费卫生纸,管理员说她,她还比谁都有理,这纸本来就是公用的,水用不是用啊,用完你再放不就行了,我二姨活了九十八,你猜为什么? 就因为她老人家从来不管闲事,快去扫厕所吧你,然后下午就跑超市去扯免费的购物袋。 大妈大妈,那塑料袋是装菜用的,你拿它干嘛? 家里没垃圾袋了,用你们这个凑合凑合,你们这不就是让人拿的吗? 你们这些资本家一年吸我们老百姓多少血啊,这就当你们回馈社会了吧。 这暴走酒店的自助餐实在是太划算了,我每次都能吃回馈,真怕她过段时间涨价啊。 刘大妈一听这,突然就一击零,这么高端的便宜,我刘老太怎么能放过呢? 这酒店老板真是不知道社会的险恶,看我给你去好好上一课吧。 毕竟是当过老师的,所以刘大妈去之前还专门做了功课,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她得出结论,自助餐是按人头收费的,所以去的人越少,才能使利益最大化。 所以这项艰巨的任务只能她亲自去完成了,刘大妈也是个狠人,提前三天就钻石了,要把自己完全排空,这样才能吃够本。 三天之后,刘大妈颤颤巍巍的上路了,说实话,我都怕她半路打个喷嚏把自己震死,不过刘大妈还是比我想象的坚强,总算是爬到了酒店,然后一个恶狗扑石就扎进了桌上的食物。 这毕竟是五星酒店,要注意形象了,工作人员赶紧上去拉她。 大妈大妈,你先别吃呢,别吃呢。 可刘大妈是真饿极眼了,完全听不进去。 大妈大妈,请你理智一点,这不是餐厅供应的食物。 我们餐厅自助,是点餐制的,不是自取。 而且你现在吃的这些,是上桌客人吃成了吐出来的。 刘大妈这才停了下来。 啥,你们这是点餐制啊,你看你不早说,我这都吃半饱了,你说怎么一股韭菜胃呢? 你们这菜单上的都能点是吗? 是的,大妈,都是不限量的,但是必须要在餐厅内吃完。 行,你不用废话了,把这一本全都给我上来,然后牛排,鱼子酱,鱼龙虾,刺身这些给我上双份。 大妈,这么多您能吃了吗?我们餐厅是不能外带的,而且浪费超过一百克,还要加收餐位费。 那你就别管了,我们上流社会都这么吃,你懂啥啊?这叫排面?这不是你个小服务员该操心的事,赶紧上菜吧你。 不一会,各种高端食材就端上了餐桌,天南的海北的,天上飞的海里游的,一层落一层的都摆满了。 刘大妈哪见过这么多山珍海味,咔咔一顿拍照之后,又是一阵不吃海赛。 服务员都看傻了,心想就是那个黑莓窑跑出来的。 刘大妈只顾往嘴里塞,完全不管旁人的眼光,还自备了一根赶面杖,时不时的往里顶两下,就为了能让顾里多装点。 服务员,再给我来份佛跳墙,甜甜凤。